為了釋除疑慮 我們認為可以在三方面 提出一共六項額外的措施 在第一方面 縮小特別現在安排的適用範圍 至最嚴重的罪行 政府接受應該處理最嚴重罪行 這個意見 考慮到最嚴重罪行 在香港會在高等法院嚴重庭審理 涉及的都會是屬於可判最高刑期 是七年或者以上的罪行 因此政府決定 將罪行定在可判處最高刑期 七年或以上 第二方面 在啟動特別現在安排的時候 加入更多限制 可以在協定裡加入一些 包括無罪假定、公開審訊 有律師代表、盤問證人權利 不能夠強迫認罪、上訴權等 符合一般人權保障的要求 當法庭作出移交命令 行政長官作最後決定移交的時候 亦都可以用人道或者其他理由不作移交 第三方面 加強保障疑犯的利益 我們參考了一般國際的做法 認同特區政府應該只處理由當地中央政府提出的請求 以內地為例 特區政府只處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 其他的不作處理